没想到你们家的婚纱这么全 就是西班牙的 还有法国的 居然还有日本的贵有美 真不如愧是老子豪 你对婚纱还挺有研究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你把它刚才说的那几个牌子 都准备一下 不过请允许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因为我们的名牌婚纱呢 会更适合那种长发飘飘的女孩 当然针对您这种短发的女士 我们也有准备好了头纱和假发 搭配起来都会很好看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穿个婚纱还得磨磨个性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与其用头纱来遮着短发 不如大方地展现自我 短发女生可以选一些 有个性有态度的婚纱呀 谁说新娘就一定要千篇一律呢 说得好小派 那你帮我选吧 简单力错的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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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您看这件婚纱怎么样啊 线条流畅 又没有那些繁杂的装饰 我觉得还挺适合您家小姐的 你们怎么会有日本的中古婚纱 这个呀 这件可是我们老板 从欧洲的中古店买回来的呢 你别看它款式还挺简单的 但是上身效果非常好 一般人的话我才不轻易推荐它 什么好东西啊 我给看看 您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旁边试一下呀 试一间就在旁边 好啊 小潘 你试试去呗 我是 对啊 穿你身上肯定好看啊 不好意思 我有点糊涂了 你们二位到底谁结婚呢 别大惊小怪 我订婚 但是婚纱太麻烦了 我跟小潘身材差不多 请她代劳一下 这个有点不大合适吧 虽然你们两个的身高体重 是差不多 但我觉得气质方面 还是有点不同的 婚纱这种东西嘛 还是自己试的话 效果会比较好的 辛苦你了 快 就 有点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能让那位小姐也过来看看吗 对对对 好的 小帕 我太好看了 跟仙女下凡一样 就这套了 喂 周志伟 我现在给你发定位 你马上就过来 记得戴上西装啊 订婚礼上那一套 你要让周先生过来啊 我要看看他的西装 跟这套婚纱配不配啊 可是按规矩 新娘的婚纱 不是要等到婚礼那天 才能让新郎看到吗 规矩 规矩 我最烦的就是规矩了 我的订婚礼 不就是作秀给大家看吗 就当彩排了 那我给你拖下来 别别别别 千万别 你让我试穿婚纱 还不用杀了我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婚纱你就先穿着啊 走个位 待会儿呢我来拍个视频 让我妈跟外婆订个方案 你让我穿着婚纱 跟周志伟走位 你放轻松放轻松 又不是让你嫁给他 放心啊 放心 弄图啊 你来啦 未婚妻都认不出来 那外婆他们就更加认不出来了 这什么情况 走位啊 彩排 让他帮我穿个婚纱 这不是在胡闹吗 你要换衣服 你怎么不穿上啊 我不想穿婚纱 我觉得麻烦 让他帮我试试 又不想让外婆看出来 不走个行事嘛 来 你们两个看看 让我看看你们两个穿这个 搭不搭 小潘 你没问题吧 我没问题啊 快 快快快快 快快 让我看一下 快 让我看看 我看一下啊 衣服还挺好看的 你俩把手牵上 试试看会不会更好一些 牵上呀 看看大不大 我没问题 我没问题 可以吗 来啊 行 那我来给你们拍的视频啊 我喊三二一 你们俩就一块往前走 来 三二一 走 你俩还挺般配的 我得把这个视频 发给外婆看 这样的话她就 图图 外婆 又在干吗呀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能放心吗 外婆 我呢 在挑选婚纱 让小潘试着 帮我走个位 是这样啊 嗯 小潘 你穿着还真挺好看的 你要是我外孙女就好了 那好啊 那就让小潘 替我跟周志伟订婚不就完了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好 那就这么定了 这套挺好的 我去付钱 外婆 别着急 这又不是在菜市场买白菜 有关你的事啊 得尽早定 免得你出尔反尔 放心吧 我又不会跑 你这态度啊 我就放心了 我去了啊 我跟你一起去 好 走 你想干什么呀 一定要这样吗 一模一样 很开心是吗 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你有七月精神 我也有 小潘 来 外婆啊 我给你调一下作业角度 走 这样你坐着更舒服 乐图啊 订婚了就是大人了 以后啊 别耍小孩子脾气 一切呢 要以家族为重 我知道了 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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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